食貓山王冰皮月餅 肯定是香港好推動 訂購電話 621-1161 食貓山王冰皮月餅 肯定是香港好推動 訂購電話 621-1161 我帶給尋找 分燒合作夥伴 有興趣打電話來 621-1161 大家好 又是家產廣產的時候 我是譚祖 我是山大 又見大家 很高興 今個星期 我們有新的事可以談談 是甚麼 我們80年代尾 去到Toronto 其實香港移民 你早點是嗎 我遲點 差不多 都是8788年 但將香港移民去加拿大 其實始於大概是70年代 其實最早期的時候 是甚麼人呢 就是ICAC成立之後 很多人走路那個年代 就是70年代 我想可能會再早些 例如67年 香港的暴動之後 有一班人 對當時的政治氣候 沒有甚麼信心 就離開了香港 你今天看到香港幾大家族 都是那個時間之後 成時而起 那時候 但是如果你說 是比較上 系統有規模的 移民過來加拿大 應該是你講的 就是70年代之後 因為我記得我當日讀書的時候 去餐廳 酒店打工 發覺大部分人不是說廣東話 台山話 就是台山言話 你地不地台 我當年來加拿大讀書 跟現在的小朋友不同 現在的小朋友每年回香港三四次 我當年讀書畢業之後 還要做成年 捏完雷仔 還了些債才回來 即是五年才回來 差很遠 現在的小朋友 我認識的有些朋友 一開學就已經計劃著 Christmas 回來了 然後農曆年 農曆年都回了 沒有假貨 就拿幾天假回來 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時候應該是不同 因為當日我們去唐街 去酒店做 一進廚房 所有人都是說台山話 就無一行免 所以我不... 你說唐餐廚 你說唐餐廚 不是西餐廚 兒子 為什麼你現在說話 這麼多鄉下音 原來就是跟台山話說了幾年 就脫不了那些音 直到80年代尾 我們去多倫多 這些人都有 不過就是會在Broadview Spartina 即是那邊的傳媒 一般說的中區華埠 但你去的時候 其實Broadview 都已經叫做舊的唐街 當年80年代已經叫做舊的唐街 我去到那時候 我比你總說少 我是在87年11月去到的 這個Broadview 其實那時候Broadview 就是叫做舊的唐人街 比較新的就是 這個Dunders Badena那邊 就很多唐人的 就是中國人 真是中國人 真是中國人 人士開的超級市場 或者是食肆 說起Spartina 有一間食肆 我經常會說 為什麼 因為當日我本身有個同事 就是71年移民Toronto 我八幾年 他做過十幾十年 他跟我說 我們一向都不會去Spartina 新光酒樓喝茶 我說不是 新光很多人排隊 我們喝過好幾次 你也喝過好幾次 那個舊同事跟我說 你知不知道 為什麼我們不會去新光喝茶 我說不知道有些東西不好吃嗎 他說不是 因為新光的前身是殯儀館 所以沒有人 真是變了餐廳 不是香港 所以沒有人肯去那裡 喝茶舊人 但是現在我們說起 初初移民 八七年現在說 說起三十年前 其實現在的唐藝 趨勢跟以前又不同 因為有Broadville Spotina 但是跟著香港人 開始湧倒的時候 就不會再聚居在Broadville Spotina 就開始聚居在士加坡 士加坡最旺的兩條街 就是Shepard和Finch 所以我們去那個年代 基本上去超市好 去飲食食好 去買東西好 你現在是說打橫的兩條 打橫的兩條 對 打橫的兩條 應該由Broadville開始 西面由Broadville開始 一路去到東面 去到McCowan 是差不多 那時候說中國人 比較集中一點的 就是在這個範圍裏 對 就是在這個範圍裏 所以當時有些食肆好 超市好 唐人東西好 蛋糕店好 什麼凍肉店好 全部 along這兩條街 都維持了一段時間 我想由80年90年至00年 都是不過因為 其實我們1995年回來香港 我回來香港之前一年 就開始 move去到Highway 7 其實Highway 7 就是Shepard以北一條 就是Steels Steels在以北一條 就是Highway 7 其實就是聽朋友說 80年代Steels 7 其實還在種粟米 基本上就是一個攤邊 但是發展得很快 就是由80年代 Steels已經鑽滿了人 直到九幾年 我離開的時候 就開始 Highway 7 就已經有很多 譬如好像黃金商場 很多不同的食肆 已經開了在不同的街口 例如Highway 7 和Kennedy 那些已經有很多超市 但是現在到現在這個年代 似乎情況又再繼續向北 北到去到Highway 16 那裡就Along Highway 16 我想不止了 你現在去到再上些些 或者Major McKenzie 或者Elkin Mill 上面都鑽滿了中國人 不過那些就跟我們當年 初來不同 我們那時候 主要是香港人 台灣人都比較少 但是現在這十多年 國內人是來得最多 你可以看到 我們那時候說喝茶 其實現在喝茶的地方 似乎都頗穩定 沒有怎樣增減 反正你可以 你喜歡吃就有點口福 你可以吃到一些大江南北菜 例如呢 有些什麼大江南北菜 很簡單 有一間 可能是沒有賣過百 有一間在Pharmacy Magnico 那間叫新疆 那些烤烤串 真的很棒 除了Qualtran之外 那些星洲炒米都不錯 真的 Qualtran是國內朋友開的 是 是國內朋友開的 但它的炒粉麵都不錯 都不錯 反而我 如果你在多倫多 我不知道 其他網友可以上來反映一下 因為我們這兩條家產 都是在多倫多 所以我們其他地方 真的不敢扮專家 如果你有什麼分享 可以在我們的網台 或者YouTube頻道上放上來 但是如果你說多倫多 來計算 我覺得現在在多倫多 吃中國大江南北菜 就比在中國國內 多了一份安心 因為 譬如你國內的球槍 很坦白 你有機會吃到老鼠肉 有機會吃到一些不知什麼的肉 做到一起燒什麼 但因為加拿大本身有一個 很嚴格的食肆 衛生規管的制度 那些一般的店家 都跟著得很嚴格的 我亦都曾經試過 我在香港住幾十年 反而未見過 衛生幫去巡酒樓 但在加拿大 在Toronto 我真的見過幾次 衛生幫去巡酒樓 就查到你反轉 由廚房 查到你舖面 所以作為一個customer 你會覺得 很有信心去吃 因為加拿大這方面 是看得很嚴重的 譬如你在酒樓吃東西 有些蟑螂 這樣大件事 是的 這個酒樓隨時關門一個月 你說回這方面 我們可以賣廣告 賣廣告 賣什麼廣告 上次 我們跟朋友說Peter來的 他會有些 他公司 這間做食品trading的公司 這個月會有些新的產品 就是牛肉 牛肉是加拿大食物監管局 就是禁止了出口 還有證明 沒有加荷蒙 自養 一定是自然的 一定是安全的 是的 這些是外話 如果我們說回 這個 你說的 其實很重要 因為加拿大人命很重要 所以跟人命有關係的 健康 跟健康有關係 看得很嚴重 就是食品 看得很重要 對 還有加拿大是一個 似乎是 任何國籍的人 對這方面 就算原本髒的人 加拿大都要被迫 要變得健康 因為政府 每件事都執法非常嚴重 你講開 不好意思 國內的朋友 可能 國內來的朋友 特別是廣東來的 可能 不太適合聽 我留意到現象 就是 十多年前 你去南廁 在加拿大去南廁 你會見到 即唐人區 你會見到那些尿兜外面 是濕的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國內的朋友 你整個廁所 如果那個尿兜漂亮也好 他都會隔兩三尺 試一下膀胱壓迫的功能夠不夠 所以那個尿兜外面 會比較濕 但現在呢 因為他們習慣了 看到別人 每個人都站得很近 也很衛生 沒有什麼 對自己有什麼 不好的影響 這三兩年 我看到 就 乾淨了 這是一個 好的改變 我突然想起 多倫多有一間食肆 去到多倫多人 都沒有人 沒有曾吃過 這間食肆 這間食肆 就是在Warden and Stills 叫做蜜和 蜜和 蜜和 專門燒尾 其實當年 我們剛剛去到多倫多 第一晚 就實際去蜜和吃飯 好像是 基本上沒有人去過 沒有人去過 但有一件事很強 就是什麼呢 無論你什麼時候去都好 三年五年十年後去都好 吃的叉燒 吃的燒鴨的味道 是一樣的 是沒有變 一樣那麼正 一樣那麼正 是非常正 我今早才跟我姐姐通完電話 因為她還在多倫多 她說 三和這段時間 還說了什麼和 什麼和呢 她說這段時間有個套餐 二十多元 還是四人套餐 現在這個年代 她說又抵抵又好吃 多少菜 三菜一湯 四和菜 四和菜 現在這個年代 當年好像二十年前 都是十幾二十元 十幾二十年之後 都是加幾元 加拿大的加幅都不高 那個物價都 我覺得對比香港來說 是相對穩定很多 所以上次我不是說過 二十幾年人工都是加雙倍 所以物價都是加少少 是 是 阿山大人 你住在密斯塑加 我也在斯加坡住過一年 哦 住過一年 是 但在密斯塑加那邊 如果唐人會去哪些地方去買東西呢 比如超市 酒樓 因為很有趣 在密斯塑加 我們在密斯塑加住那些很可憐 因為約親人 一定是我們就人 比如約親一班朋友 五六個人 可能唯一是你在密斯塑加住 你沒理由人在武雷公那麽遠 就是馬琴、Richmond Hill那邊 駕車過來 那就是我們過去 我們那邊的 即是密斯塑加那些唐人譜 即唐人的商店 我覺得基本上 在過去這幾年 那個分佈 沒有太大的改變 即是你說去到比較北一點的地方 就沒有了 因為我住在密斯塑加的北面 變成我要去買自己喜歡吃的 例如說那些中國人東西 要買一些中國人才會吃的菜或菜 都是要駕車到南邊那邊 如果天氣好 即是熱天我可能會駕車下去 但還是要駕車下去 南邊你只是去Sportana 不是 密斯塑加南邊 你去Bernanford Dunders 那些 現在在Edlington那邊 比較多了一些超市 最近有一間 最近有一間由唐人 買起了 那間叫什麼專門 在Edlington和Winston Churchill 有一間專賣家居用品 那間生意不好 就把一半的鋪 砍出來 租給了這間唐人鋪 這間唐人鋪在那裡開了一間西人式的超級市場 不過這也揭示了現在零售行業的變化 因為我們剛才跟大匪哥談了一大論 這間唐人鋪是一個很typical的例子 他本來的鋪位是做賣 糟了叫什麼名字 不是Home Depot 是加拿大屬間的鋪 我一時間說到出嘴唇 忘記了 他生意不好 生意不好的原因 據我內部了解 就是因為很多人在網上賣 而他作為一間實體鋪 很多potential的顧客 就走進去他們的店鋪 先看一件東西 然後就回家上網賣 變成像做人家的showroom 國外的情況一樣 是啊 這方面中國走得比加拿大更快 因為主要原因 現在國內的人在多倫多很多 一般我們去超市 去喝茶吃飯 其實聽說普通話的機會 比廣東話大大 因為現在香港移民 好像我和你都在香港 但是國內移民 這十年八年的增長很厲害 不過我留意到一個現象 Toronto我沒有遇到 我早兩個月 上兩個月 回去Toronto 我中間在Wancouver 停了幾個小時 跟一個很久沒見的朋友 在Richmond 近機場附近 一間上海店 吃了一頓很棒的上海菜 不錯 負責招呼我們台的那位阿姐 講很棒的廣東話 但是我跟他說 後來臨上班之前 他走過來跟我們很欣勤 跟我們聊完一段時間 原來他不是廣東人 廣州人 他是誰 No 廖令大連 懂廣東話 廣東話很厲害 他是怎樣學 就是看無線 看無線電視 看劇集 報劇 看新聞 在那裡逐一點學回來 很厲害 他進來的顧客 不管你講什麼謊言 他都可以處理到 他有一部分國內來的 很開放 現在跟我們以前讀書的年代 就差很遠 我們以前讀書的年代是怎樣 我記得當時香港做上海灘 我已經在加拿大 是三年之後 才有上海灘的錄影打看 現在就不是了 今晚的節目 基本上今晚已經在多倫多 即刻看到了 所以看視頻 看劇 會很快 現在你在網絡 現在你在網絡都不同 以前我們打電話 成十筆東西 港幣一分鐘 現在 不用錢 不用錢 怎麼跟呢 是吧 差很遠 所以現在 跟以前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如果你說那些 譬如說食肆 其實那個食肆 中國人來計 一般喜歡去酒樓 吃點心 吃晚飯 比如說我們去快餐 有沒有呢 其實快餐也有 都有 不過 講快餐 我們現在要交給監製哥哥 因為我們要 這個台的名物廣告 我們遲幾分鐘再回來 好 大家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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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